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歡迎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我是影子 那又到了三個禮拜一度的英雄慶典啦 那我們現在又要來開始抽角色囉 我現在有8700個星寶石 然後加一張卷 不過我打算 我現在打算就是 每次抽到第一隻猿武就要停了 因為他其他時間可能有其他的活動 我想把一些星寶石留下來參加那些活動 所以這次我就不抽太多啦 除非我一直抽不到 說不定連寶石抽完都還沒抽到也不一定 而且我聽說這一次啊 抽到猿武的機率比較低 我的群組裡面很多的朋友 花了5000星寶石啊 2000星寶石什麼都沒有抽到 都沒有抽到猿武 所以這次可能比較低 第一次供孤 而且才一隻四星喔 他機率可能調低了 當然 看不到真正的機率我也沒有辦法講 很確定的講說他是調低 不過感覺起來是有調低 那這次多了一隻阿提密斯 我不太確定上次上一集我有沒有講到欸 上一集好像有講到就是 這隻的火系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是70%暈眩兩回合 然後 水系的都是毒喔 水系的毒的我覺得還好 因為他是平均型 也沒有說很坦 當然獨對也是有獨對的用法啦 呃... 木系的我覺得不強 因為他普通攻擊吸血 吸血量並不多 他不是... 光系這隻我覺得還好 呃...本身是攻擊型 嗯...招式也是攻擊型的 雖然他... 這個... 技能被動屬性優勢呢 還算是不錯的... 不錯的一個技能 但是... 以光暗系的援武來講呢 這兩個... 屬性並不算是非常非常強力 因為還有... 還有很多是光暗系的援武比他強 你看這一隻 上一集我... 好像有提到過 你看這隻70%觸電兩回合 然後普通攻擊會吸收到30%技能值 所以他大招能一直用 又可以讓人家發不了招 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他變得說他這種... 屬性優勢這個被動呢 就變得並不是那麼強力 當然還是很強啦 只是跟別隻比起來 並不算頂尖型的角色 暗系的是防禦型 然後... 攻擊回復... 最大... 自身最大生命值的10% 回復全體的 這個還不錯用 還蠻實用的 有80%機率使敵人沈默兩回合 這個也還可以用啦 因為他是兩回合 還...還OK 我覺得還不錯 防禦型呢 只是... 暗系的在PVP的時候 如果你拿去攻擊別人的話呢 很多玩家都會放光SEED來... 來阻擋暗系 所以暗系的... 通常都會被針對攻擊 不過他是防禦型 我覺得還OK啦 至少... 被針對攻擊也不會... 馬上就死 而且他的防禦率3600 還蠻高的啦 血也不少 這隻還可以 呃... 再來繼續抽吧 希望不要耗太多鑽石 讓我抽到... 我比較想要是... 陰陽師跟忍者 因為我上次有抽到火系的 然後我現在想要... 把那兩隻升到... 呃... 三階 又攻擊了 第二次...第三次了 四星...一抽到華菜 五星啦...沒有 第三次攻擊...第四次 五星五星五星... 第四次也沒有 平均在英雄慶典應該是... 差不多五十... 五十抽會有一隻援武 我接下來... 再抽就是超過五十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機率有點調低 除非這次讓我抽到援武 除非你就讓我抽到援武了 沒有 可是四隻... 四隻... 圓四還不錯 這次還OK 繼續吧 會... 有種不好的預感... 感覺這次好像會... 抽不到援武 拜託出來吧 出來吧 出來吧 OH YES 誰啊 這一隻喔 木系的... 我不太確定好不好 欸...拿了一顆蛋了 欸...可以停了 第六... 六十六抽 抽到了 木系的... 好像還不錯 我記得打公會戰蠻好用的 普通攻擊回復自身20%生命值 然後他是平均型的 所以20%生命值也蠻高的 然後大招是... 以敵方生命值成比率額外攻擊 所以打公會戰BOSS 就是打泰坦的時候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最近不是出了那個嗎 巨型的魔偶 他這個...這個名字非常難欸 遠古巨城魔像地城 這隻魔偶呢 呃... 他血量也是蠻高的 所以有剛剛那個被動的話 就是依照敵人血量來... 來算攻擊力 額外增加攻擊的話 那個被動打魔偶還蠻痛的 OK我抽到啊 然後看一下開開看蛋 看可以開到什麼 喔...亞瑟喔 亞瑟還不錯 OK改好啦 剛剛沒有發現我的頭像旁邊的邊框跑到中間去 Anyways我剛剛講到說亞瑟每一個屬性我覺得都還不錯 木屬性在PVP也是非常的好用 他吸血吸很多 然後大招會暈眩全體暈眩兩回合還蠻好用的 然後火系亞瑟是萬用 火系亞瑟我非常非常推薦 不管是新手還是老手都可以用 火系亞瑟啊 普通攻擊100%暈眩 然後大招 尤其是大招他是60% 全體... 破防三回合 這招是非常好用 破防不管是打Boss啦 或者是打關卡啦 或者是PVP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被動 然後...水系的亞瑟PVP超賤 他普通攻擊就會吸半條藍 然後... 只要... 兩回合他藍就一定滿 他大招呢是... 減... 所有敵人... 呃... 三回合破... 不是破防... 呃... 減... 攻擊力三回合 減攻擊力雖然沒有破防這麼好用 可是... 因為他大招可以一直放 本身撐坦的話 然後配上暈眩寶石也是非常非常健的一隻角色 對啊...而且你看他生命力跟防禦力都還蠻高的 雖然是平均性可是他... 算是偏坦 這隻... 如果還有一隻水亞瑟的話 我之前的水亞瑟給光亞瑟吃掉了 那如果再抽到一隻的話 我就會把他生到三星 然後配上暈眩寶石 再來PVP是防守隊伍很健的一隻角色 OK不錯不錯 這次的收穫不錯 我又抽到亞瑟了 nice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要... 我一直想要維德 光系的維德 可是我一直沒抽到 我已經重生... 二十幾隻了 二十幾隻維德了 可是我就是沒有抽到光系 你看... 這邊其實看得到 我這邊已經有一隻 有一隻二階的水系維德 然後這邊又有一隻二階的木系維德 然後三隻木系 他有一隻水系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火系的我也有一隻 我記得 在哪裡啊 火系維德這邊有一隻 我是放到倉庫去的 然後在這裡 他是...他是異變種 所以呢 這樣加起來大家也可以看到超過... 嗯... 應該有二十隻了吧 我之前還吃掉一隻 還是兩隻過 結果還是沒抽到 可以再來吧 真的...不需要 希望能抽到光系的 我一直抽不到 之前... 之前那個... 索爾的時候啊 我光暗系的還抽到蠻多的 可是這次維德我覺得... 跟他不是很有緣 一直抽不到 我想我要把哪一隻吃掉 呃... 滑菜我是不需要了 滑菜吃掉好了 小雪兒要流嗎 給我光系的吧 光暗都不好啊 給我兩隻暗系 我拿來換一隻光系也不錯 可是就是不給我 好吧 這還是以後再接再厲吧 這光維德還蠻厲害的 我蠻想要的 他這次改版又把他改強 他是... 普通攻擊雖然說 從吸收30%變成20% 但是... 但是他不需要在暴擊的時候 才能... 才能觸發 所以他... 這隻就完全撐坦就對了 然後就是可以常常吸... 吸收敵人... 的... SP 然後... 大招放的時候 會補全體的血 還蠻...還蠻厲害的 我覺得 這隻我想要 而且也是體力型是坦 呃... 但是我抽不到 我有點慘 咦... 咦... 我還可以再一次 這一隻呢 如果你們剛開始有的話 這隻不要吃掉 這隻好像... 中文叫爆傷女妖吧 木系的爆傷女妖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呃... 但是因為我已經有一隻三階了 所以這隻爆傷女妖我就不需要 所以我才可以把它吃掉 沒有 沒有 我把其他的好像都要留 沒什麼可以吃的 這兩隻... 獵魔者我不知道要不要留耶 這兩隻獵魔者... 在後期並不是非常實用 以我現在的角色來講 這兩隻其實用不太大 我把它升到三階了 現在吃掉有點可惜 還有那個雙子也是啊 我只是拿來湊圖鑑 不好意思先不要吃好了 好不容易升到三重 以後再說 好我們來開寶石 光暗彈 後期最需要的就是光暗彈 其實在後期呢 光暗彈跟傳說卵 傳說的神秘卵比起來 我寧願要光暗彈 為什麼呢 因為... 傳說只會出水木火 就是三種屬性 所以頂多就是抽到... 猿武的火水木這三種屬性 但是光暗彈呢 在平常抽角色的時候 是抽不到的 猿武光暗的 只有在這裡抽的到 所以... 希望來一點猿武吧 光暗彈 猿式的光暗系其實也蠻厲害的 三星 所以在後期是非常缺這種光暗彈 嚇我一跳 我還以為是五星 嚇到一下 暗系的野狼女強嗎 暴力機率剩下30% 兩個都是 攻擊型喔 我去看一下他的... 本身基本屬性好了 先到滿的時候 哇 攻擊力只有快三萬 不是三千 三千的攻擊力並不算高 加暴力機率 所以本身暴力機率有40% 很容易就充到100% 還可以啦 嗯... 還可以 並不是非常強力 但是...還算是OK的角色 如果是四星的話呢 元四我比較希望能... 希望能抽到暗系的秋比特 暗系秋比特是... 元四裡面我覺得蠻... 蠻強力的意思 沒有... 好想要猿武喔 光暗系的猿武 很多人問我說... 因為我之前有拍過一到三星的哪些角色好用 那當然一到三星是... 角色是前期新手比較... 比較容易獲得 然後比較實用的一些角色 那當然以後拿到四星拿到五星的時候呢 那些三星角色可能就用不到 可能偶爾會用不到這樣 那我先從火系開始講好了 那火系華菜呢 他這隻... 技能有點特殊 他普通攻擊蠻爛 普通攻擊其實40%的機率陷入睡眠 睡眠本身就並不是暈 並沒有那麼好 沒有像暈眩啊...什麼... 麻痺這麼好用 然後他又只有40% 所以他普通攻擊是非常非常爛 但是問題是他的大招蠻厲害的喔 他大招是士氣高漲 我方全體在攻擊敵人的時候呢 傷害越高就會補越多的藍 所以呢 只要我方... 呃... 角色有大招的時候啊 然後本身又有被加了士氣高漲 他一放大招打敵方全體的時候 自己的藍吸得非常多 有時候可能大招可以一直連放一直連放 放個三回合這樣子 不過... 缺點是他本身是回復型的 所以他的攻擊跟防禦比較低 他血還不錯啦 所以這隻還可以 用法有點特殊 只是某些... 某些時候用得到 可是也不常用 我有一隻但是我沒有在用 火系野狼女呢 呃...應該說中期還蠻好用 在後期用不到 PVP不適合拿來當防守 因為他是攻擊型的 他攻擊力好像沒有... 3000 並不是非常高 以攻擊型角色 他的普通攻擊跟大招都是回復生命值 而且... 他這種回復生命值並不是大量回復生命值 他只有大招才是 所以他的生命值只能回復普通攻... 普通攻擊造成傷害的一半 所以並不是非常好用 在中期用還可以 高石女神呢 火系的不強 這隻我就帶過啦 不強 火系的... 維多莉亞 我看一下喔 他一定要暴擊發生 所以他要... 衝暴擊機率 衝暴擊機率本身就不坦 可是他的大招又跟攻擊力沒關係 所以這隻不強 本身又是防禦型 那衝暴擊幹嘛 火系的巧拉呢 本身是回復型 然後... 他的屬性跟剛剛的火系滑菜差不多 就是寫3萬 攻擊力跟防禦力都並不是特別高 不過至少他防禦力還... 比攻擊力高一點 偏坦 然後呢他的技能... 屬性是非常厲害啦 暴擊發生時有100%機率 回復隊友10%的技能值 這個... 回復全體10%技能值呢 或者是回復20%技能值 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被動 雖然他要暴擊發生時 所以他本身要... 可能要浪費一顆寶石去... 衝暴擊機率 但是還是算是不錯用的一隻角色 他大招是護盾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屬性 火系的... 丘比特呢... 普龍攻擊只降低敵人攻擊力一回合 一回合本身就很少了 他又是60% 所以這隻不強 但是他的大招增加隊友攻擊力3回合 這個還蠻好用的 但老實說呢... 比那個暗系的... 維納斯還不好用 維納斯是80%機率降低敵人2回合的攻擊力 所以普龍攻擊強非常多 然後大招是增加隊友攻擊力3回合 這跟火系丘比特一樣 所以我有了這隻以後 火系丘比特我就... 就沒有再用了 然後... 本身是... 他是回復型 所以又不坦 不強... 火系丘比特不強 莉莉絲火系的還蠻厲害的喔 攻擊... 暴擊發恩史會根據傷害量回復自身生命值 雖然是暴擊發恩史 不過因為他... 他是根據傷害量 所以他攻擊力越高吸越多 所以暴擊機率對他來說是非常好用的 大招一樣 暴擊發恩史使敵人防禦力降低2回合 這種沒有講說幾%的就是100% 所以他只要一暴擊的時候 敵人就是100%機率降低防禦2回合 當然還要扣掉敵人... 的... 恩... 抵抗囉 敵人有抵抗的時候還是會抵抗 所以火系的莉莉絲還不錯用 很多人在用 在後期也有人用 火系的獅子王 就是... 雷歐呢 這隻非常非常厲害 他的攻擊力還蠻高的喔 他的普通攻擊跟大招都是爆傷 增加50% 所以這隻就是要撐爆的機率就對了 這隻就完全成功 然後... 我有時候也會用這隻拿來打PVP 以進攻...進攻型隊伍啦 所以他還是要看敵人屬性 聖女貞德... 普通攻擊不強 大招也不強 大招是在敵人受到攻擊時候 掉落藍魂時能給予紅魂獎勵 這個... 不是很好用這個屬性 很少人在用這一隻 我幾乎沒有看過有人練這一隻耶 這隻是非常慘的一隻角色 雪公主... 或是... 小雪兒啊 看你要叫哪一個 這一隻呢 非常的非常的厲害 他的普通攻擊跟大招都是降低敵人防禦力兩回合 就是破防 雖然只有60% 可是因為他現在出了... 出了技能輸 會把他的大招被動機率增加20% 所以他的大招就變成80% 破防兩回合 所以這隻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他的本身屬性不錯喔 你看他的生命 呃... 兩萬六 快要兩萬七了 攻擊力... 三千一 攻擊力還蠻高的 防禦力... 兩千二 偏低但是還可以 火系的吸血鬼呢 蠻厲害的 他是暴擊發真實 100%機率回復自身50%的生命值 50%喔 只有他有 很高 50% 就他只要一暴擊 呃... 就會回自身半條的血 然後大招是暴擊傷害增加50% 我覺得... 我建議大家這隻玩... 半坦 因為畢竟他本身是... 攻擊時候會回血50% 所以... 這隻的防禦力不能太弱 太弱的話直接一回合被別人殺死的話呢 他...回血就沒有用 所以就是半坦半攻... 打人也痛 大招的時候還會增加50%傷 還會更痛 然後本身攻擊又... 並不會那麼容易死 OK... 岩漿大王 這隻是... 呃... 有出地牢的時候才能抓得到他 那他呢... 本身屬性是不錯啦 還蠻坦的 生命值快3萬 然後防禦力是3000 本身很坦 可惜的是他的... 普通攻擊只有60%機率會回... 暈眩... 暈眩敵人一回合 然後大招是80%機率挑釁 這一隻呢... 挑釁被... 雖然被改強了 可是我覺得還是... 不好用 中期的時候可以用啦 但是在後期 這個60%機率暈眩一回合 這個真的太低了 還要扣掉敵人... 還要... 就算60%中 還要看敵人的抵抗力 這暈眩機率真的很低 呃...修羅呢... 火系的不強 我現在不強 這隻我跳過好了 虎孩兒... 呃... 三重的時候是虎霸 他的普通攻擊非常強力 60%機率降低敵人... 防禦力3回合 他是3回合 所以變得比較強 比一般的角色還強 可惜他大招呢... 跟... 攻擊型又沒有什麼關係 他大招是... 毒啦 而且只有60% 只有... 只有一個毒 所以只有兩回合 60%機率 然後又只有一種毒 兩回合 有點遜他的大招 本身是平均型的... 呃... 攻擊跟防禦還蠻高的 所以這一隻呢... 呃... 我都是拿來打攻未戰啦 就是... 因為他普通攻擊會... 破防3回合 我拿來... 破防Boss而已 並不是... 非常強烈的角色 所以要練不練可有可無 洛基呢... 普通攻擊是... 80%機率 讓敵人中毒 兩回合 大招是... 兩種毒 兩回合 60%機率 不強我覺得 平均型又不坦 防禦力有點低 其實還蠻多的防禦力有點低 所以這隻我不推... 不推薦 女夜叉呢... 女夜叉她的... 火屬性... 普通攻擊是降低敵人... 攻擊力兩回合 80%還蠻高的 大招是... 50%... 持盾三回合 這一隻呢... 我也只是拿來打... 攻未戰 就是降低Boss的攻擊力跟... 暴擊機率這樣子而已 然後本身就是撐毯就對了 這隻角色 這隻角色你... 練來唯一的用途就是拿來打攻會戰 我覺得其他的地方用不到他 我覺得特別練了一次拿來打攻會戰用的 魔材有點像 跟剛剛的那個... 夜叉有點像 可是我覺得比夜叉還好 因為他是... 減攻減防 然後尤其是大招的時候減防還三回合 這個還不錯 本身又蠻坦的 喔 不過他防禦力有點低喔 我現在才看到 血很多啦 38000了 38600 可是防禦力有點低 這隻野我的話也可以練 我覺得拿來打攻會戰比較好用 如果他相反的話呢 普通攻擊... 破防然後大招減攻擊力 我覺得拿來打... BVP也應該...也應該不錯用 索爾呢... 索爾呢... 現在已經拿不到絕版了 以後可能還會再出 不確定 索爾火系的還不錯用啦 索爾每一隻其實都還蠻好用的 因為他是... 你要花三隻四星角色去換他一隻 索爾火系防禦型 然後普通攻擊跟大招都是... 都是破防 所以蠻厲害的 本身有坦 那... 德魯伊呢... 是現在的限定角 就是英雄慶典的時候可以換得到的 普通攻擊持盾 持盾並沒有減... 減攻那麼好用 呃... 大招是... 打攻會戰用的 就是看敵人生命值造成傷害 本身是平均型 還真的蠻平均的 這一隻... 當然還是比之前有一些四星角色強啦 但是並不是說非常非常厲害的一隻角色 因為他... 如果普通攻擊是減攻或是破防的話更好 不死鳥... 大家都抓得到 是傳說鳥 在前面幾關可以抓得到一隻... 一隻... 呃... 降低防禦力兩回合 大招是降低攻擊力兩回合 本身是攻擊型喔 可是他的技能是偏... 防禦型的技能 要撐坦 所以這隻我也不推 火系這隻不推 因為他... 他技能跟他的... 本身屬性並不搭 阿努比斯火系的不強 我跳過好了 那隻不用講太多 奇美拉 奇美拉很早 看一下他什麼 攻擊型攻擊力還蠻高的 防禦力有點低 暴擊率增加30% 攻擊時會根據傷害 大量回復至生生命值 如果他是加暴傷的話 我覺得會比加暴擊機率還好 這隻喔 這隻我也不推大練 他大招並不是補全體血 他是補他自己血而已 有點差 這隻我不推薦 火魔神 喔! 攻擊時會根據傷害大量... 量大 我也不知道哪些量大 呃... 有如果看到量大的話呢 就是他... 打多少血就會回多少血 所以並不是50% 這招就蠻好用的 然後大招造成傷害量增加40% 這招也很好 本身攻擊力蠻高的 血OK 防禦力有點低 這隻如果有的話推 但是... 這隻很難拿得到 這隻要打那個... 龍之地牢 你才會拿到他的魂石 也不是魂石啊 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 呃... 這個叫什麼 精華 新之精華 你要湊200顆 你才能拿到一隻 就這三隻 其中一隻這樣子 啊... 湊200顆 打一場可能才... 兩三個吧 我有點忘記 會拿到幾個 所以那個要湊很久 我現在才兩隻而已 我今天先講火系的好了 然後可能隔幾天再講 其他兩個屬性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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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普通攻擊是恢復自身技能值 然後大招是80%全體雲線一回合 一回合 一回合 我中文講到 有點饒舌 然後亞瑟呢 更...更暴力的一隻角色 亞瑟我一直推薦大家使用 暗夜女神 火系的也蠻厲害 雖然是攻擊型 攻擊已經很高了 但是他生命又高 普通攻擊80%破防兩回合 大招也蠻好用的 大招是減藍 這隻也是啊 普通攻擊 暈眩一回合 所以 其實 原武 原武不用我多說啦 每一隻都非常厲害 當然有幾隻特別強 特別強的可能就像這一種 呃... 屬性特別厲害的 什麼大招是80機率 破防兩回合 全體啦 然後普通攻擊會吸收 28紀念值 只有吸收紀念值 這個屬性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隻 一個屬性 原武都還蠻好用的 這我不多說啦 如果你們有的話 每一隻其實都可以練 都不會差到哪去 當然有幾隻特別強這樣子而已 水系的呢 我看一下時間喔 怕講太久 水系的 我這是... 我講快一點好了 我怕講太久 水系的... 水系的華賽不強 我就講的簡單一點 水系的狼女不強 水系的... 爆傷女妖不強 水系的... 尼凱 就是維多利亞呢 還OK 因為她兩個... 普通攻擊跟大招都是破防 可惜的是她本身是攻擊型的 雖然也不是很... 不是很薄啦 她血也有27000 可是本身是攻擊型 所以有其他隻也是比她厲害的 破防角色 所以不一定要拿她來破防 但是如果你沒有破防角色 你可以拿她來用 這隻可以練 水系的潘朵拉 我記得還不錯 大招... 全體增加攻擊力3回合 然後普通攻擊是回復... 回復自身的技能值 所以她大招可以常常使用 這隻有的話我推她 這隻可以練 水系的... 丘比特呢... 不強不好用 水系的夢魔... 莉莉絲還蠻厲害的喔 她要撐爆擊機率啦 但她本身是體力型 本身是坦 所以她又要配一顆爆擊機率寶石 她如果一爆擊的話 自身會回復50%的技能值 所以她大招也是可以常常用 這隻就是要撐毯就對了 大招屬性就並不是非常非常厲害 是60%降低敵方全體 攻擊力2回合 大招還好 但是如果配上暈眩寶石 但是暈眩寶石... 那一套裡面要有一顆爆擊機率的寶石 還不錯 因為回復技能值50% 不是每一個角色都有 水系的雷歐呢... 不強 我不推這一隻 雖然本身蠻坦的啦 但是還好 技能不強 聖女貞德水系的我記得還不錯 我 偏坦 然後她攻擊... 睡眠並不是非常厲害 可是她是100% 所以常常會打中 大招是60%的機率暈眩一回合 當然沒有很多援武強啦 這隻可有可無 如果有的話練的也不差 小雪兒算是毒系裡面我覺得還蠻好用的一隻角色 因為她血非常高 攻擊跟防禦有點低啦 尤其是防禦力... 如果她防禦力再高一點就好了 她普通攻擊是60%毒兩回合 大招的話是兩種毒 持續兩回合也是60% 所以這隻就是毒系角色囉 稱坦就對了 如果有她的話可以練 但是如果你有火系的小雪兒 我建議先升火系的先 水系蝎鞋鬼不強我帶過啦 蝎子不強 水系的修羅呢還蠻好用的 在PVP就連後期都有一些人用 但是我在PVP遇到她並不怕她 因為後期大家的抗性都撐蠻高的 她本身是體力型 防禦力有點低可是體力很高 但是她的技能需要暴擊的時候才會觸發 但一觸發就是暈眩兩回合 100%機率暈眩兩回合觸發的話 所以她本身要衝暴擊機率 變成要耗掉一顆寶石要衝暴擊機率嘛 所以本身就不會非常坦 再怎麼坦都不會坦到說 比一些不需要暴擊機率的角色來坦 所以這隻呢我遇到她在PVP的時候 通常都先攻擊她就對了 因為她如果要撐坦的話 她抗性就會低 抗性就會低很容易就被你暈眩 那如果她又衝抗性又衝暴擊機率的話 本身就不會很坦 所以看到她的話就先打她就對了 這隻也不是非常怕她 但是有的話你可以練 因為她畢竟是暈眩兩回合 有的話也是可以練 狐霸水系的 防禦型 感覺沒有 因為她普通攻擊是挑釁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狐霸的話呢 還是練火系的先比較好 暴擊傷害100% 兩回合 洛基水系的還不錯 因為她本身你看她血也有到達3萬 本身是攻擊型的 她的普通攻擊是爆傷增加50% 所以這隻又要衝暴擊機率啦 大招也是暴擊發生時 所以也是衝暴擊機率 不過兩招都還蠻厲害的 暴擊傷害增加50% 這招 打人會非常痛 然後大招又是100%機率會降低 技能表30%兩回合 還不錯啦 水系的羅柵呢 平均型 這隻不強欸 拿來打工會戰 爆是還蠻好用的 不然 就不強我覺得 火系的還比較好 如果這隻要練的話練火系 雷神水系的我覺得並不是非常強 雷神所有屬性裡面呢 就是水系的最弱的我覺得 她的普通攻擊是回復生技能值20% 大招 弱的就是大招了 她造成傷害30% 一般都會加40% 或者是什麼 克制敵方屬性變成50%這樣子 可是她這個是加30% 有點低 所以缺點 這隻是索爾裡面我最不推的一隻 德魯伊呢 還好 水系德魯伊我不推 因為石化並不是非常好用 這隻我也不推石化不好用 暈眩啊 還有觸電比石化好很多 阿努比斯喔 水系的我看一下 水系阿努比斯我不推 雖然她的攻擊 普通攻擊被動是降低防禦力 是破防 這要很好用 問題是她本身是攻擊型 所以跟破防搭不上邊 她一下就被殺死了 平均型 哇血有點低 這隻我也不推 因為血有點低 雖然防禦力還可以 喔 這隻就厲害啦 雖然大招不強 可是她的普通攻擊 有100%機率回復 隊友10%的技能值 就是每次打人 都會回復全體10%的SP 本身還蠻坦的 她這個寫錯了吧 這應該是體力型吧 她的體力比防禦力高那麼多 為什麼叫防禦型 這應該是寫錯 她應該算是體力型的 不過 防禦力也不低啦 快要2600 血快要3萬 然後 技能普通攻擊就很厲害了 雖然大招 大招就還好 不過可以練 這次可以練 水帕這分很強 水亞瑟很強 五星的 也不用我多說啦 這隻夢魔裡面 我覺得木系跟水系是最強的 如果不排除暗系來講 暗系是OP 水女霧神也蠻厲害的 她攻擊力還蠻高的 3萬4 然後大招又是破防 100%破防 水師婆非常非常的坦 她的血快要5萬 呃 技能就還好 可是因為她本身 本身屬性 畢竟是緣武嘛 這些我帶過好了 緣武 並不需要講太多 挑一些強的講好了 那個 服務班長 水系的還蠻厲害的 打人很痛 然後又會吸技能值 其他的就還好 其他就一半半囉 啊 木系的 我光暗系的下次再講好了 先先講 先講 呃 水火 木 先講完它 滑菜呢 木系的 不強 這隻不推 對啊 不推這隻 屬性也不高 野狼女 100% 100% 雖然石化跟睡眠不強 可是她都是100% 還可以啦 要練的話呢 也可以練 一隻木系的 暴桑女妖呢 木系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她的攻擊力跟血都還蠻高的 普通攻擊是回復自身的 20%技能值 大招是全體破防 這隻還蠻厲害的 建議大家可以練 維多利亞 不強 %太低了 潘朵拉我記得木系還不錯 普通攻擊回復自身 20%生命值 所以本身就蠻坦的 本身血又很多 她是一隻體力型的角色 她大招是我方角色被攻擊的時候呢 會補SP 所以這個大招還可以用還不錯啦 這隻可以練如果有的話 潘朵拉木系的可以練 木系的秋比特呢 我覺得也可以練 因為 只要是補師呢 大招是增加 是幫隊友加護盾的話呢 這個屬性都不錯 所以只要 大招是護盾的角色 我覺得都可以練一下 莉莉絲我看一下 莉莉絲木系的不強 這隻可以不用練 那隻很爛 雷歐呢 雷歐木系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隻角色 他的生命力跟防禦力都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 已經直逼五星了 直逼猿武 雖然攻擊力低了點 普通攻擊是68機率破防 所以還蠻厲害的 破防這個屬性很好用 剛好他又是坦 大招也是減攻擊力 就是跟坦有關 所以 這隻還蠻厲害的 有的話 建議大家練 這隻到後期很後期的PVP 大家都有在用 貞德呢 木系的加暴力機率啦 加暴力機率就不強啦 這隻不建議大家練 雪公主木系的很爛 現在才看到他是弱化回復 弱化回復不好用 再來是吸血鬼 吸血鬼木系的也不強 雖然他是獨隊 可是 只有一回合有點遜 這隻不好用 木系的修羅 不好用 這隻也略過 五霸 這隻也不強 技能不強 好 洛基呢 木系的洛基 非常非常厲害 他的防衛力高達 3300 已經跟元武差不多了 只是生命有點低了 但低也並不是低於什麼 兩萬 所以低也還好 中等吧 算是 他的普通攻擊比 木系的雷歐呢 高了10% 所以他是70%更高了一點 大招70%陷入睡眠 大招 也還可以啦 畢竟是全體的 有時候還是會 還是會讓敵人睡眠 還不錯 木系修羅 欸不是修羅 木系的夜叉 暴擊 成暴擊 木系夜叉還可以 他招式都跟暴擊有關 普通攻擊是睡眠兩回合 兩回合 總比一回合好 所以還可以 大招是爆傷增加50% 所以打人也是非常痛 羅詐 羅詐木系的不強 略過 好 索爾木系的還不錯 索爾木系 如果有的話可以練 只是索爾現在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再開 現在目前是拿不到了 德魯伊呢 木系的也是非常好用的 一個角色 他跟雷歐有點像 木系雷歐 但是木系雷歐 剛好跟他技能是相反 木系雷歐是普通攻擊破防 大招是減攻擊力 那這隻是普通攻擊 減攻擊力大招破防 剛好相反 然後都是非常坦的一隻角色 你看他血到四萬四耶 雖然防禦力很低啦 可是以血來彌補他的 防禦力 所以這隻還可以練得還不錯 不死鳥 木系的 不建議大家練 因為他的普通攻擊 並不是量大回復 不建議練啦 如果是大量回復的話 我覺得就還可以 阿努比斯 木系的還蠻厲害的 我建議大家使用 普通攻擊跟大招 都是加爆傷50% 然後本身攻擊力也不錯 反應力跟血偏低 但是也不會低到很低 所以還可以 這隻有的話可以練 這隻不建議大家使用 不建議大家使用 他的技能 就是減敵人的技能值 或者是 讓敵人陷入疲勞 這隻沒有人在用 這隻不好用 技能怪怪的 木系火魔神還可以 因為他是80% 不過降低一回合 當然我沒說 這隻不要練 只有一回合 我以為是兩回合 其他的就五星啦 我講一些比較強的 木系的之前蠻爛 之前普通攻擊是挑釁 可是現在被改成普通攻擊 會回復 喔不對 改的是大招 普通攻擊本來就是 回復自身的技能值30% 他大招本來是挑釁 後來被改成回復 所有 全隊的生命值 所以他這隻大招可以一直用 然後會幫全隊一直補血 這隻也算是一直補師 而且本身又非常坦 這隻有的話也可以練 這隻我也想要 不過還要再抽到幾隻才有 然後 師婆不強 師婆還好 五星 講一下比較強的 當然 亞瑟 木系的蠻厲害的啦 亞瑟 木系的女武神呢 後期PVP很多人用 像我也有在用 平均型 然後本身三圍都蠻高的 誰木系的就是 亞瑟 女武神 夢煙 看一下還有誰不錯 還有這隻啊 閻羅娜 閻羅娜也是限定角 只有在英雄紀念的時候抽得到 閻羅娜木系的也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他普通攻擊也是回復 50%的技能值 OK 那今天的視頻就錄到這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啦 我有很多東西要再剪接 我今天講好多 喉嚨都有點乾 好啦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 拜拜